吴尼尔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一开始呢 带你关心 新人新气象 花莲县政府在7号的时候 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新任的观光处长布达典礼 那么是由县长徐真卫任命于明勋为观光处的处长 那么到场来观礼 那么徐县长呢 其免于明勋处长大展长才 带领观光处的同仁走出零四零三的地震 以及凯米台风灾后的观光阴霾 新的学位表示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铁公路中断已经成为常态 冲击花莲县区运输升级与安全 更遑论旅客户花莲旅旅 整体经济产业大受影响 现在的花莲需要不断向中央争取 增加空运及海运 取代原本的铁公路运输 还需要将花莲机场增加国际航线 让更多旅客进出 才能够维持观光亮能 在今年到114-115 我们能够很好的让我们自己的产业 能够转型 能够转型 我们有观光饭店 有旅馆 有民宿 所以这三条线是不同的 为那两个人 我们要怎样去通过 花莲县 而且我们有相当多的观光资源 我们有原民文化 我们有农业在身 所以其实观光文化是不能分开的 然而观光文化跟在地的产业也不能分开 所以未来观光文化 农业教育 以及我们的新年 必须要很好地成为一个团队合作 这几年 花莲县用我们体育来带动观光 其实到现在 其实是合作的 大家都有相当多的默契 然而我更希望 能够透过资讯的建立 网络的建立 让我们每一次在做整个观光活动 文化产业 体育产业的时候 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让这个讯息 让我们所有的业界能够快速 而且清楚明白和了解 观光出展余明星 感谢现在许正伟给以支持的机会 服务花莲相亲 她表示 花莲有许多大山大海观光景点 还有在地农村 部落的独特文化 相信这些资源经过雕琢之后 可以成为更多的观光潜力点 我觉得花莲现在需要被世界看见 我们需要让花莲 不只是泰鲁格被看见 我们要让花莲 整个花莲 海岸线跟众国线 都被世界看见 所以许县长也带了 我们的团队到了夏威夷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开始跟接触点 我相信花莲会是一个南岛最棒的 一个起始点 那当然 我也希望透过整合 因为我觉得要成就一件事情 不是单打独斗 一定是靠了众人的力量 无论是县府团队的整合 我们跟产业的整合 横向的整合 纵向的整合 我觉得都是必要的 而且是必然的 那我觉得这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花莲观光 今年接连碰上地震 台风等重创 花莲政府除了进行灾后重建的工程 又积极与中央沟通 希望能够快速缓解商务 百姓以及观光所谓的交通问题 积极推出各种内需 或是恢复观光客新兴的争计方案 希望旧产业能够从谷底翻转 重塑花莲有些发展的观光产产业 记得继续花莲会导